用举肉筋当大王是什么体验 第一波我三千套 进攻方都不能出装 我设置了80%的冷却 所以貂蝉禁用 夫子二技能一直用 好硬啊 不过我大招可以猛回血 两个人开始拉扯了起来 拿消耗还剩很多血量 接着我万万没想到 一个海月如此难对付 二技能加护盾和干扰我很难受 拿消耗还剩一丝血 最后被网额收下 再来一次不服气 出装我给苍穹换了碎星锤 夫子依然第一个上 打夫子毫无压力 他A我掉的血 一个大招轮回不少 最终拿下夫子后还剩一半血 鱼技来了 二技能间隔时间很短 不过并不是无限啊 不然他就无敌了 打完鱼技我血量 跟打完夫子一样多 接着被怀针拿捏了 第一波惨败 0比1 第二波我是六神装 进攻方每个人两件套 打夫子问题不大 之前打完夫子 我还掉了很多状态 现在就完全不会了 大招吸血跟之前 不是一个级别 加上因为现在有漏装了 他们打我不是很疼 就能回满血 怀针打我都看不到掉血 这波很有机会赢 无伤拿下两个人 鱼技来了 二技能属是有点头疼 还好不是一字无敌 还送了个蓝卧 这多不好意思 网儿来了 这个二杀有点下饭 苍穹躲到大招伤害 没了大招的网儿 就跟没翅膀的小鸟一样 轻松拿捏 海悦是很强的 他二权基本上无限丢 不过他失误了 被我禁声了 轻松拿下 一比一平手 第三波进攻放五个零起上 但是不能出装 直接放赞哥 被干爆了 接着不服气 在中路再来一次 依然被干爆了 最终一比二失败告终 小伙伴们下期挑战大王 想看哪位英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